欢迎回来建文书房 今天我继续和大家讲捷克的哈维尔的故事 看看当时在共产主义下面的捷克 如何去讲living in truth 在真城里面的生活 去对抗这个专制 看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 很多人都会知道1968年有所谓布拉格之春 这件这样的事情 这个布拉格之春是说什么呢 其实当时捷克的共产党总书记是Dubchek Dubchek是一个比较开放的领导人 他搞的是所谓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 就是希望能够这个社会主义 都是比较人道化的 有一个human face 他希望当时能够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社会活泼一点 不要那么多控制人的自由 所以他不是说要搞什么民主选举 他搞的是一个多些自由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样的做法都引起了苏联非常恐惧 因为1956年在匈牙利就发生过一场革命 想推翻当时的匈牙利共产党 苏联当然不会让一个卫星国家失控 徽军直入 就进了匈牙利里面 1968年同样 苏联也做出相同的反应 很怕你这种自由化 最后会令到失控 一样是派了坦克车直铲进捷克 去到首都布拉格那里 这场外来的政变 推翻了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捷共 又是扶持了一个强硬派上来 令到整个捷克的历史一个很大的扭转 本来在当时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受到压迫 或者可能失去了工作 或者不能做好像以前那样发表我们的意见 在这里我想起一本小说 不是一个政治小说 是一个爱情小说 不过我觉得这本小说 是我其中一本最喜欢的书 我很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这本书 这本书也是令到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当时的处境 这本书是什么小说呢 这本书是Kundera 即是昆德拉寫的 The Unbearable Ligeness of Being 这本书都翻炒了 因为我92年看了 我记得这本书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这本书是爱情小说 但反映着当时的政治处境 因为小说里面的主角 他要做一些重要的人生抉择 是因为当时政治产生了一个剧变 主人中是谁呢 主人中有几个人 主要的其实就是Thomas 就是一个医生来的 这个Thomas 或者Thomas 除了是一个很棒的医生之外 他也是一个womanizer 就是说他周围周围周围有很多厌史的 常常跟不同的女性上床 他会带着一个外科医生的兴趣 去发现每一个女性的身体 他有一个典型的 是一个 对他来说 情爱要轻才好 因为轻的情爱 他才能感受到 情爱里面那种浪漫 另一个主角叫做Theresa Theresa就完全不是这样 Theresa是一间餐厅里面的侍应 有一次Thomas去小镇里面 去行医 要帮一个人做手术 在那间餐厅那里坐下 吃饭的时候 就看着这个女孩 这个侍应 这个女孩的侍应 就放了 在心记里放了一些音乐出来 这个音乐是Thomas 是很喜欢听的一个音乐 一个古典音乐 令他对这个女孩很有好感 而这个女孩看着Thomas 当时坐在一个饭桌上 就拿着一本书来看 因为他很喜欢这些 这么有知识分子味道的人 所以就互相吸引了 就开始了他们的爱情 但是呢 Theresa就跟Thomas很不同 他第一次去Thomas Thomas去大城市 去找Thomas的时候 他就已经带着行李箱 打算跟着Thomas 过去人生后面的日子 所以在一个不同的Thomas 他不是那么轻的 不是那么轻的 他是很重的 他是觉得呢 情爱呢 是要讲责任感的 不可以随随便便的 就会喜欢其他人的 所以两个一个很不相同的人 坐在一起的 这个坐在一起 当然就会有很多悲剧的事情发生啦 因为一个那么多情 那么好识 另一个就是要讲责任感 就是不愿意随便喜欢第二个人的 那两个在一起之后 其实就很辛苦啦 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辛苦啦 因为他发觉 因为每天回来呢 Thomas的身上都有不同的香水 今天他又跟哪个女性在一起呢 在这种那么痛苦的情况里面 突然间遇见了一个大的政治的变局 就是苏联徽军即入 那么 Thomas呢 其实在之前呢 都已经是除了医生之外呢 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写很多文章 是会讲很多政治的问题的 他会讲人权啊 讲自由啊等等的 那么结果呢 苏联徽军直入之后呢 这一帮这样的人呢 都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恐惧 就是他们会不会被清洗呢 Thomas和Theresa就决定了 就离开捷克 就走了去欧洲的其他国家那里 去追尋自由 但是去到其他外面的国家呢 应该又有自由呢 Thomas仍然继续去那个 就是多知多哉的情爱生活 令到Theresa是非常非常困扰 在想什么呢 Theresa一个人决定呢 是回到本国 回到捷克 在过关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觉 你是做一个人生很重要的决定呢 就是你可能无法离开 就是你自己的国家的 你进回去之后 Thomas呢 他就要做人生很大的决定了 究竟他回不回到捷克 去找Theresa呢 因为他继续留在欧洲里面 就是过去一些很逍遥的日子呢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抉择 因为事实上他发觉呢 他人生亦都经历了这么多之后 他发觉 他经常都这么轻呢 没有一种重量呢 其实都很难忍受的 这就是书名所说的 Unbearable Enlightenness of Being 你这个存在的状态 是轻到好像风中一粒尘那样 其实这种也是很难受的状态 在这个这么痛苦的挣扎里面 Thomas就要走到他的边境那里 想一下入不入了 他进去的话呢 他的passport就会被人收了 他就会失去了自由 但他可能他就会找到一个 对他来说 是他人生第一次全程投入的爱情 那应该怎么做呢 那来到这个我就不讲了 希望你们自己看下去看这本书 因为Quintana的书 其实是有很多层的意味在里面的 不是单单的爱情小说 还有其他的书 会写当时捷克里面 在共产主义底下 怎样人性被扭曲 那很多书呢 他都有很深的政治意味 其实想起来 这种的 就是要like一点好 还是heavy一点 就是轻一点 还是重一点好 很多人可能现在呢 在挣扎离开还是不离开 香港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感觉的 就是如果我们好像以前那样 香港人有什么危难的时候 他就走咯 九七前都是这样 中国人其实那么多 就是近代里面 这几百年来都是这样 都是花果飘零的 如果你的心很轻的话 你很容易可以接受这些处境 啊 去到哪里 我的心安的呢 那就是我的故乡了 那你就去其他地方 但是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地方 有很深的感情的话 你会发觉这种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挣扎 就像Thomas要挣扎这件事一样 就是你投入还是不投入好呢 当你投入的话呢 你就不舍得走 或者不奋气走的 但是太轻呢 人生没有了重量呢 好像没有意义的 重的话呢 你会发觉呢 又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应该怎样呢 那这个你自己慢慢再看下去了 我今天呢 不是要讲 主要讲Thomas的下场 我只是说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你看到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情况是怎样 哈维尔一样了 哈维尔作为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 在六八年之后呢 他也是会受到禁制 受到打击的 但是他不服气啊 结果他在1977年呢 和一班的知识分子 科学家 就一起做了一个宣言 叫做 县章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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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章77宣言 刘晓邦的县章 就是零八县章 其实是参考 这个77县章的 那我说了77县章的 这个77县章呢 其实他就不是说 很多民主 直接什么投票啊 选举 他不是说这些 他基本上都是说 人的尊严 是需要有自由的环境呢 才能够是活出人的尊严 那所以他强调呢 是要争取自由的 集会的自由啊 言论的自由啊 出版的自由等等 当时呢 其实 哈维尔呢 已经见到呢 捷克呢 他已经用了一个字形容 叫做 post-totalitarianism 是一个所谓 后极权主义 这个后极权主义 不是说他 没有那么压迫性 而他在说一种 好像新极权主义 这种概念就是说呢 这种极权主义呢 已经用更加巧妙的方法 去将人控制起来 我上次已经说了 他会用种种 即是移识啊 令到你呢 是要复应于这个政权的 他好像一个迷宫那样呢 通过制造恐惧啊 希望你自我審查呢 而去维系这个政权的 这种的后极权主义呢 他说呢 其实不是真的 好像这些当权者 想象自己这么有能力 真的可以客派了所有人呢 人人都是 就是趴在地上 任你是愚弄的 当时里面呢 这些学者呢 好像他 和另一个学者 叫Bender呢 就写了很多东西 就说了 其实呢 智克最后会出现了一个所谓 parallel structures 一个所谓平衡的结构 或者平衡的体制 上面是有一个政权呢 自己提起了这些官话 套话 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方言 下面的世界呢 民众自己会建构一个 自己的生活世界的 他们在当时里面 就会出版一些地下刊物啦 会扮一些就是研讨会啦 甚至有时候会开几个招待会 找一些外国记者来 在外面外国报道了之后呢 就出口再转来销 就找回一些消息回来的 民间里面也有很多年轻人 写很多流行的音乐呢 是很有抗争意味的 那这个他又叫做second culture 第二文化 就是说呢 这个社会里面 有一个地下的民间社会 也都建立起一套的文化 是跟官方的文化是很不同的 他说他们需要有这一套 就是平衡的结构 和第二个文化 令到人呢 可以真真实实地生活起来 这个这样的第二个文化 有时甚至要挑战这个 所谓官方的文化 这个活在真诚当中呢 是他认为是一种 这样的压迫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我来想一下 刚刚过去了上个星期那个 初选投票 有些人会觉得很麻烦 你想一下 就是你除了说要有大身份证 你还要带住主证明 我现在已经越来越难找住主证明了 就是要不要搞到那么麻烦呢 这样对下身份证 你便给我投了 那些这样 他用很严谨的方法 要确定了 你真是当区的选民 你不能随便走去 第二区那里 亦都你真真正正是一个 就是拿着 就是 香港新闻证的 你是一个合乎 就是 就是选民资格的人 你才好来投票 那么严谨的做法 好像很麻烦 但这个就是 Living in truth 就是一种 是我们要活在真诚里面的一个代价 是麻烦一点的 但是我们出来的结果就很有力量了 你想一想 政府说有三百万人签名支持这个国安法 喂 如果六十万人 我们那天已经看到排大队的 三百万人香港排队 就是会排成什么呢 你有没有见过呢 你完全见不到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那是一个谎言来的 讲大话的嘛 好了 谎言讲大话的政府是会拿来用的 他会继续讲的 但是有没有力量呢 你看回我们这一次的民主派初选 大家朋友之间就会问 喂 你有没有投啊 你在哪个站投啊 投的过程怎样 啊 怎样在太阳下面晒啊 可能等了很久啊 但是觉得值得啊 完了还会写个WhatsApp给其他朋友呢 叫他们留意些什么啊 你要投啊 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它能够产生一种 就是社会里面那种真真正正的团结的感觉 就是因为我们很真诚的愿意付出时间 不怕麻烦 我们都做 我们才有得讲的嘛 那才形成一种命运的共同体的 这种才是有真正的力量的 对面说三百万 没有人会讲的 他们自己都知道是讲大话的嘛 所以我们如果 要我们的运动是真正有生命力呢 首先我们自己是要生活在真正里面 我们不要为了要做一个大过你的数字 然后呢就弄虚作假 那些是没有真正的生命力的 没有人再会互相去到 去到聊天去讲这件事 这个这样的传奇不会传递下去的 所以Living in truth 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很希望我们大家 即是都会去做的 但是Living in truth 就有代价了 好似哈维尔当时有代价了 他做这个七七宪章 结果呢 他就被捕了 那么 当时其实他被捕过两次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七七年呢 是被捕过一次呢 他是判他十几个月监禁的 但是最厉害的是七九年那次呢 就是判了他四年监禁的 他由一九七九年 坐到八三年的 那么 当时因为肺部 即肺有问题呢 提早少少放了他而已 在监目里面 我还很记得呢 他写了很多信出来的 其中一本书呢 就是这个哈维尔寺给他太太的书信 集合在一起的 叫做《智妻子奥尔加》 这个《欲宗书》的 这本书 都挺厚的 很多百封信的 那么我以前看了之后呢 我很深印象的 这本书 除了他有很多哲学的思考之外呢 你会见到他很多牢骚的 就是哇 怎么这么多牢骚的 他有投诉的 喂 我有痔瘡的 老婆 你可不可以快点送药来啊 你现在算怎样啊 这么久都不送药来 他嘻嘻嘻嘻嘻嘻 在这里面呢 经常投诉他老婆的 那我又说他老婆 就说 喂 你好快点送茶叶进来啦 你知不知道茶叶对我多重要啊 他说我坐牢呢 是没有自由的 但我每一个下午呢 他决定我喝 那english breakfast tea好啦 earth grey好啦 就是我选择不同的茶叶呢 其实就是体现我自由呢 很重要的一刹那 那么一个就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在一个监狱里面呢 他都要寻找一些的瞬间呢 是令到他觉得有自由的感觉 而这个喝下午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来的 那么这本书我觉得很有趣的 因为我初初看的时候我不太明白 为什么他愿意将他这么多牢骚 指念在人的面前呢 后来想一想 他经常都叫人家要生活在真诚里面呢 他就不怕告诉你听 喂 其实我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的 我不是经常一个哲学家 或者一个剧作家来的 他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 有痔瘡的 很想要喝好茶要减茶的一个人来的 所以他是很表里一致的 比你见到他更加完整的一个哈维尔的一面 但是正如我所讲的 这个是有代价的 他要坐牢 当时里面呢 七七宪章里面的发言人 差不多都是一样 要么就被人搞到没工作 或者可能要坐牢的 他们就是 哎 一次过就不要被人捉那么多了 轮着轮着发言人 轮着轮着来是受这个苦的 但是这个受苦的过程呢 其实他是一路一路呢 是在建立整个社会的道德力量 这个因为打压 不是很多人参与了 宪章七册 开始的时候 这个宪章七册 或者宪章七册 只有二百多日 到最后只有九百多日 因为你不可以签 签就是受打压 但是很多人在旁边看着他们的 看着他的话 其实一样受到他感召的 结果这种道德的力量呢 就是通过这几百人呢 是不断去到 就是写文章 抗争 入獄呢 而是整个社会呢 是慢慢慢慢 是建立起来的 我有时会想到就是 我经常用这个比喻的 当我们就是比赛 踩单车比赛的时候 如果你面见 面对逆风 你可以怎么做呢 面对逆风 你个人来说 你就低下个头啦 低下个头 不是说你投降 是减少个风阻 有时是低调一点做事 那么 教个低波啦 可能很实的 那个车 那么 用多点力 但是呢 好处是不会放来放去 你可以对准自己的方向 欲速不达 我们有忍耐力 但是如果你一队人去 踩单车比赛的话呢 可以做另一样东西呢 就是轮住 找人走去前面那里 是挡住风 让那些队友可以休息 到这麽上下呢 就转令那些人呢 就走去这个队友那里 我觉得我们现在 都是要这样做的 就是说呢 你见到 好像支联会 他们扮六岁集会 又被人拘捕了 民阵 因为要扮七一游行 又可能要被人拘捕了 那么 其实他们是轮住轮住 做党风人的 那么 我们不可以呢 被这些人呢 永远都要他们牺牲了 总要有些人呢 在不同时间里面呢 是愿意做这个党风者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可能付出不了这些代价 他可能需要是休养生息 但是去到某个时刻里面呢 另一些人就要走上来 那么 哈维尔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党风人 在这个党风过程里面呢 他就建立了很多人的一种的 道德的意识出来 那么 所以 非常之重要 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呢 就算有时候 未必可以做到 就说有很多很多人 可以参与一个组织 但是有少数人 愿意受苦的话呢 原来都可以建立起很多人的一些意识的 最后我想读到一个很少的段落去结束 今天这个建文书房的 这段是这样讲的 在这个 The Art of Impossible 里面 哈维尔曾经是有一段这样讲法的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feeling empty and losing touch with the meaning of life are in action only a challenge to seek new things to fill one's life a new meaning for one's existence and one's work isn't it the moment of most profound doubt that give birth to new certainties perhaps hopelessness is the very soil that nourishes human hope perhaps one could never find sense in life with doubt first experiencing its absurdities 他说呢 有时候呢 我们面对着一个专制的政权 看到他这么横蠻无理 但是还好似鱼马不倒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人生很荒谬的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很无力的 甚至有时候觉得人生做什么意义呢 他说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可能是一个起点来的 这个起点就是你觉得 这么荒谬 人生这么荒谬 这么没有意义呢 你就去寻找究竟 怎样才可以令到你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 那这个其实有时候很差的环境 可能是起点呢 是令到人是会寻找到一些意义出来的 就好像当时他们都可以很沮丧的 你看那些在育中的书信里面 他都可以很沮丧的 但是也都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不断不断去敲问自己 就是他怎样去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 他还是会觉得他自己不会像虫那样 他还有意义呢 他要living in truth 而通过这种信念呢 最后捷克是能够是民主化 成为了一个民主的国家 都是凭这些人呢 是不断在人生里面去寻找意义 去追寻民主自由而得出来的 那希望大家能够在一个 现在这么坏的环境里面 都不要被沮丧所吞势了 再见 拜拜